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头第一面 第二面 那里说到最近一段时候 我们深夜这样的操练蒙恩的地方 这个天下地人多半从团体的一面来讲 很感谢主有进步 那我们就说个人来说呢 这一个我们无论如何 我们每一位在座里 我们都不能够放松也不能放弃 比方说年轻化 当然希望更多年轻人讲 但是我这个九十几岁 是不是应该就早早到观察了 不要这么来这讲 我说不可以 我还要讲 每一个人都要有这个 不服气 不甘心的 那个味道也应该是这样吧 不然的话我们大家都没有机会了 越来越年轻 那我们年长的都叫我们告退了 这个是说说我们的心声 我们大家每一个人在座里 参加日间班就是为了我们要进步 为了我们更多要长进 更多来应付神的需要 那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个操练是借着上一期下来的 这个上一期我们一再就说明 这个声言这个成全那个方向 有一点的那个方向 有一些的有一些拘束 有一些拘束 它并不是一般说的声言 就是说为了应付造会的需要 造会的往前 那造会的需要里面 第一我们主日声言聚会 是主日的一半的时间 前面一半是波饼 后面一半 所以时间很少 所以每一个人要尽量多有人讲 所以只能有三分钟五分钟 这个我们的操练 我们的这个方向 就是重在这一些方面 第二呢 我们因为不容易在找所谓的生意 你在每一天 每一个时候清醒主来读神的话 这个灵感你拿出来讲 不重在这一个 因为我们大家在造会里 都用成心圣言 大家都吃一种的粮食 所以那个礼拜 应该都在成心圣言这个范围里面 来生意来供应 所以这两点把我们卡住了 那个方向我们的操练 第一我们时间有限 第二我们只能从成心圣言 拿出这个 别的这个里面的材料 你就很难拿过来了 所以就说这两点这个方向 我们在这里来操练 那么刚刚天佳尼恩说到 这个我们训练的 在这里盼望达到一个三句话 这个是很好 第一个深入浅除 第二个我们能够掩置有物 第三个能够扣忍心圈 那有人后来又加一个 永久不忘 你讲了以后人家一辈子也忘不了 那你这个深入就太成功了 所以我们都炒着这个目标来往前 好不好这样 那么我们要大家以前操练 一共五个点 第一个点找一个重点 那个重点就是我们的深眼的题目 第二我们来说出这一个题目有什么内容 那个内容是什么 第三我们能够在这里把这个内容给它列出 那个内容要有这里所讲的 有一些段落 给它分这个段落 段落也就是有一些小点 小点 这就像我们一篇的信息 就好像我一件的衬衫一样 那现在它叫你做一个小衬衫 小衬衫 那个给一个泥娃娃穿 那么你就没办法做这么一个衣服给它 所以你就把一个这个袖子剪一点 但是剪一点这个袖子 还得做出一件的小衬衫出来 也要有袖子 也要有领子 也要有前面后面 可以给你娃娃来穿嘛 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在聚会里 你讲五分钟 讲三分钟 它也是要一个整体的 所以它这个段落也在分明 那照着目前礼拜六 深夜成全的经验 照我在那里观察 加了一个题目 大家都懂了 我要讲什么题目 都懂 这个是有帮助 对大家有印象 你是讲这个 但是第二 你那个内容 那个段落 讲了以后 人家不太懂得你有什么段落 也不太懂得 那个段落有什么重点 什么小的重点 还不太懂 所以整个的内容 题目说了就不够清楚 不够不够清楚 这个就需要操练 任何一个东西 一个题目 它里头 它都 题目就是那个内容 但是那个内容 它有段落的 比方说 我请你吃 明天请你吃饭 请你吃饭 那这一个就是一个深夜 我请你吃饭 这是一个题目 那这个题目一定说 请你明天十二点 到我们这个议会所后面 找到那花间水舞 到那里 我请你吃爱宴吃饭 也欢迎歇卷参加 你如果带你太太 或者先生 或者孩子来 我也赞成 我也欢喜 那你就马上看到 这个吃饭 这是一个题目 在这个题目里 有三个事情 第一 什么时间来 第二 去哪里餐馆 第三 你去的时候 你个人也好 或者带着家卷也好 这三个点 都弄清楚 所以他这个点 一弄出来 大家很羞 他就不必问了 我请你来吃饭 他马上 那你请我什么时候吃饭 他一定会问 你这个深夜 这个题目来了 那个内容 没有显出来 那个点 他就搞不清楚了 再比方说 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个题目 这么一讲 一定说 你要吃饭 要注意营养 不能够吃太多的肥的 这个油的 第二 你要注意运动 第三 要好好休息 这么一讲 就三个点 包括你要身体怎么好 就在那里就清楚了 所以这个内容 简单一句话 就变成体目 体目就是那个内容 内容 但是他只有一句话简单 但是你要把那个内容讲出来 他内容里一定有个思路 包括那个范围 所以在这里 我们弟兄姊妹 你在这神兴圣言 我们这一周一拿 你一读的时候 你就知道 有很多的都可以弄一个题目 很多的点都可以 那么就说 这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 读里 这个人性 人性 和耶稣的人性 对于为主来神的建造 这一篇 他的纲目里面 他讲的内容 比较复杂一点 那个属里的经历 内在的 比较复杂一点 我来举这个例子 来说明这个题目 是比较难 但是上个礼拜 非常容易 我一提出来 你们大家都可以 你看很多题目 就是那个非常特色的 神那个具有特色的 那个圣别建造 第一 就是神的建造 就是圣殿的历史的严格 怎样 这个所罗门开始造 怎么样 后来给仇敌 巴比伦 把它拆掉了 然后以色拉 怎么样 回来 然后被掳回来的人 把它造了 以后大西律 那个西律王 花了46年 重新把它整顿 把它加大了 然后呢 主耶稣那个时候 就是那样的一个圣殿 在那里 但是到了主耶稣之后 祖后七十年 罗马的军队 他的太子提多 带着军队来 啪就把它打掉了 每一个 没有一块石头 还在那个石头上 都给他拆得光光的 那那个时候 到现在就是这样了 那一直等到 主快来的时候 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个圣殿又来盖了 那个盖 你就知道 主来的时候 真是禁了 就是禁了 怎么盖呢 我们不知道 但是盖了以后 所以才有 敌基督的 那个大罪人 要把自己偶像摆在那个圣殿 要来 人家来敬拜他 如果没有盖 拿来这个圣殿 所以一定 会有这个重建 那这个重建 等到主再来了以后 他也许再得到一个加大 或者怎么样 到后来 在千年国度里面 神 这些远太人 神的子民 还是用那个圣殿 来侍奉神 一直到到新天新地 那个时候 新耶路撒冷 那又是一种心 那这个就是圣殿的这个言革 圣殿的历史 那你如果讲一点 对这个弟兄姊妹就觉得 这个很好啊 就头脑里就清楚了 所以这是一个题目嘛 这是一个题目 第二个再有题目 你说这个以色列人 这个以希洁谁要叫 以希洁来看这个印象 那个蓝图 他怎么看呢 他就把他带到以色列地 以色列地以后 又把他带到圣殿那里 然后就在那个地方 在以色列地带到耶路撒冷 是高山上面 耶路撒冷有一个高山 现在耶路撒冷没有高山了 很低的这个西洋山很低很低 高山上还在南边 那个有一个圣殿 所以啊这个圣殿 他就有这个讲究 你要来认识圣殿的 他有这么些地方 就给我们看 你要认识神的这个 对于他的居所 他的建造 他有什么心意 什么样的土样 你第一要到了以色列地 神的就是让基督做我们的份 我们在那个基督的里面 第二个要在耶路撒冷 就是神的国那个里面 在那里 在这里有一个高山 他还得要是死而复活的那个情形 然后要向着南 这意思就是说 他有一个地位 有一个立场 还有一个角度 这里都是里头讲的呀 所以你要说要看到这个意象 我们该有一个地位 该有一个立场 也该有一个角度 才能够看到这一个意象 那当然这个就要跟着底下 你就要解释 你如果不解释 人家听着白听着 等于没有听着一样 这个地位跟这个立场 立场的角度 这有什么两样 有什么不同的 你要跟人家解释 所以这个是底下的五个点 那个底下第四点 那个所要做的 那现在我们不需要去做 但是你就必须知道 有的点它需要解释 所以就像 你是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 有身份证 这是一个地位 但是呢 还要 你要到了十八岁 有投票权 你是一个公民 公民跟公民 这个立场又不一样了 等等的 有一些的东西啊 它有一个讲究在那里 那等到这个真正看 看的是什么时间看 这个也是个题目啊 是哪一年 就是以西节来说 跟那个头一章看的 差二十年 他那个退休的年龄呢 那个时候 生命的观景更成熟了 等等的 然后看的时候 那是要怎么看 要怎么看 那神就告诉了 你要睁眼看 要注意 要耳朵 好好听 好好听 第三呢 还要放在心里 你看了还记得 然后你才能够把这个来告诉人 那做一个深言者 对于属灵的事 也是这样 要看见 要听见 要放在心里 这个就是深入 然后潜出 讲出来 叫人家能够懂得 那这也是一个题目啊 这个又讲起来 这个里面很多了 这个又说了 这个有在什么时间 这个时间是一个 它这个在 并且在一个年初正月的时候 而初始日 它都有一个意义 都可以有一个题目 所以这个题目啊 可以很多 你只要觉得这个 我可以讲 有灵感 你都可以把它 成了一个 如果这样的话 弟兄姊妹 我们成 这个主日的深言集会 那一定 这个灵感满目啊 这是非常 这个讲一个题目 那个讲 都确确定定的 这个 把这个里面的内涵 告诉弟兄姊妹 那个是多好啊 这个不过是 刚刚开头了 然后底下 那个墙也是特别的 这个墙也可以成为 一个题目 它就告诉我们 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它就代表 表着那个 鼠里的意义是什么 还有门也 怎么搞 这个门哪有这个门啊 还是个门洞 还是分四个段落 这个门有什么讲究啊 那这个讲究有什么 鼠里的意义 这也是一个 你这里上个礼拜 那个曾经圣言那一篇 一共九个大缸 每一个大缸里头都有一个以上的 这个题目都可以找 不难嘛 对不对 然后拿了以后 你就像刚刚的例子一样 你要讲什么内容 如果一个内容啊 它不会一句话 它有几句话的话 它都有包括一些的点在那里 就像好像请吃饭一样 你一定要有一点点在那里 你把这个讲出来 人家就懂得你这个题目 所以 题目确定 题目就是一定有内容 没有题目 没有内容有什么题目 但这个内容呢 它一定会有一些段落 每一个段落 它都有一个小的点 你加进 加在那里 就根据这个曾经圣言 就可以找出来 也可以根据这个恢复本的注解 也可以根据这个生命读经 我们参考都可以加一点 这个弟兄姊妹 特别我们刚刚说的很多的点 那为什么这一个题目 那个点是表征这个事啊 有的圣经里面 福音书里 有的是使徒形状 有的是书信里面 它有一些例子 你都可以来加强这一种的情形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里 能够学习这一个 我就简单这样的交通 以后不需要我们来写圣言稿了 所以这一次啊 有两三个礼拜先来操练 刚刚说的你找一个题目 你就有一个刚刚想的纸条 我找一个题目 不要像我刚刚讲的 讲十几个题目 不需要那么热心 就一个就可以了 然后你就说 这一个题目里面 可以分几个小点 那个思路里面 有几个小点 那个段落 有什么 简单的 不需要写这个 这个深言稿 因为深言稿 你要做一个文章就比较费事 你就说 这个有几个重点 就可以了 那就是分组的时候 大家一同来看 或者在这里分组 在那里 这个歌组在展览的时候 拿到手里 给弟兄姊妹念一下 就可以了 弟兄姊妹能了解这个意思 那我们现在就分组